仙君 不好了 皇帝找你进宫 可是商议出征一事 你怎么知道的 他是不是跟你说 与魏国的这场战役 只能胜 不能败 若是败了的话 他皇帝的位置 应该是到了尽头了 你跟皇帝说的话一模一样 你怎么突然间就把事情 理得这么清楚了 那日你从宫中出来 我便在分析 太后 皇帝 还有魏国之间 这三者的厉害关系 我们现在夹杂在三方势力之中 进退两难 不管太后和皇帝有什么隔阂 一旦开战的话 遭殃的就是百姓 所以我必须出征 而且只能胜 不能败 你现在这副身体 如何出征 你 不行 若你是你 我是我 上阵杀敌倒也没有什么难的 只是我们现在 有你帮我训练 我一定可以的 何时出征 十日之后 你确定这套剑法是这么打的 没错 你现在男神女心 这套云柔剑法 柔中带刚 正好适合你练习 这招浮云流水 清零降动 其中蕴含着 你不在乎我 自古严师出高途 到了战场上 刀剑无眼 可没有人会输 好 好了 起来吧 掩饰出高途 我才不要你帮呢 我可以的 你靠好了啊 你靠好了啊 对吧 还行吧我 你靠近 你靠近 等我将这兵法 倒背如流 我看你还怎么说我 天者 阴阳 寒暑 时至也 地者 远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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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显异 广霞 死生也 显异广霞 死生也 我知道 逝者 应立而至全也 应立而 逝者 应立而至全 逝者 冰者 鬼道也 故能而视之不能 用而视之不用 远 远而视之近 静而视之远 言诗出高途 你别帮我啦 逝者应立而至全也 冰者鬼道也 故而能视之不能用 而视之不用 为了 我 可能 空